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前的一个转移 门将和中后卫并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交流 让鲁能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直接打空门得手 进球的是11号 无雷 一会我们再来通过慢动作来看一下鲁能的这一个进球的前后过程 后场的一个投球的冲掉 这一次中后卫的队员确实和门将的配合上出现了失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张成良 在投球想把这个球回顶给门将的时候 门将也许然已经出击了 准备把这个球进行解围